女助理露出了蕾斯边 引起了作家的注意 但她选择了克制 不料露西在翻阅资料时 又一次走光 这让作家误以为 露西在勾引她 随即就稳了上去 可下一秒 露西就将她推开 露西大骂她是个禽兽 然后哭着逃离了别墅 她感觉受到了侮辱 回头找到律师 原本只想要回工资和精神损失费 但当律师听到 作家对露西造成了性骚扰时 在计算机上霹里啪啦一案 净算出二百万的补偿金 这让露西的母亲见钱眼开 坚持要把作家告上法庭 很快法院的船票 就送到作家的家里 但作家不在 快递小哥只好让他的妻子签售 本就患有精神疾病的妻子 每日只能靠着药物压制 回到客厅将信件打开后 知道了丈夫和露西的事情 顿时精神有些失常 但偏偏这个时候 女儿嚷嚷着要洗澡 还说要让露西帮她洗 但现在的妻子恨透了露西 她认为是露西贪念钱财 故意勾引自己的老公 越想越气得她 竟失手把女儿淹死了 等缓过神后 她接受不了现实 果断服药自杀 等作家回到家后 看着妻子奄奄一息 连忙拨打急救电话 但当她看到桌子上的船票时 才知道了事情的原委 又在浴室找到淹死的女儿时 她再也忍不住了 好好大哭起来 隔天 露西早早来到法庭里 而作家很晚才来 但她没说一句话 而是果断地掏出支票 这时作家却看了一眼露西 后者连忙低头不敢对视 可等作家离开后 露西却感到了不安 得知作家的妻女双亡 她回到家里 看着墙上的那幅画 怎么也睡不着 爸爸告诉她 那不是你的错 但露西感觉到会有事发生 可母亲丝毫不在意这件事情 拿着巨额的赔偿款 就带着家人来到海边度假 这时母亲让露西去接水 但在接水的途中 露西却看到了作家的身影 这让她阵阵失神 还不小心烫伤了手 一会的功夫 作家就消失了 她立马感到了不对劲 将事情告诉给家人 但爸爸却说是露西看花眼了 这种有钱人应该去夏威夷才对 可就在傍晚 露西的二哥就意外身亡了 周围的人告诉她 二哥在海里救人时 大腿抽筋发生了意外 可当她抬头望去 作家竟出现在人群里 还乐狠狠地盯着她 可转眼 作家消失了 她笃定这是作家复仇来了 可所有人都认为这只是一场意外 就连爸爸也劝她不要乱想 为了家人的安全 露西写信寄给作家 求她放过自己的家人 可始终没有得到回应 露西的精神也变得憔悴起来 她害怕家人遭到报复 但转眼几年过去 作家销声匿迹 露西的心也平静下来 这天她坐在沙发上 近看到作家出现在电视里 原来作家新出品了一本小说 但小说的故事情节 充满了暴力和血腥 作家表示自己创作这本小说时 灵感来自于一个女人 听到这话 露西顿感不妙 就在这时电话响起 哥哥告诉露西 父母食物中毒症 送往医院抢救 露西慌忙赶到医院 哥哥告诉她 爸爸食用大量毒蘑菇 不幸去世 妈妈的脑神经严重受损 可能会变成植物人 露西更加肯定 这是作家的复仇 因为妈妈常年采摘蘑菇 不可能分辨不出毒蘑菇 她想起当年给作家当助理时 向作家提起过毒蘑菇 还告诉妈妈喜欢吃蘑菇这件事 但哥哥却认为这只是意外 觉得露西还耿耿于怀 当年的那件事 以前一家六口人 现在只有三人了 晚上大哥去医院看望母亲时 被一名壮汉拉下车 一边打他一边骂他是小三 还把手上缠好铁链 将他活活打死 等到医院的安保发现后 凶手连忙逃离现场 等露西来到这里后 他的脸上早已麻木 警长告诉他 凶手已经抓到了 是一名杀人犯 他逃出监狱的目的是因为 收到一封匿名信 上面写到你大哥和他的妻子偷情 所以才打死了他 但露西怎么也不相信 大哥会做出这种事情 他坚信是作家写的信 以这种手段进行复仇 他让警长把作家抓进去审问 但警长直言没有证据 是不能胡乱抓人的 在大哥的葬礼上 露西看着妹妹 他决定扳倒作家 随后便联系记者雷一 想要他发布一篇文章进行报道 但雷一直言 如果没有证据 自己不能随便发表文章 但可以帮他寻找证据 雷一来到公司的资料库 他想调查露西二哥真正的死亡原因 可上面显示 二哥是救人不幸死亡的 但被救人至今也没发现是谁 他又来到那片海滩上 从树林里发现了 害死露西父母的毒蘑菇 就连隔壁的大妈也难以置信 露西的妈妈常年采摘蘑菇 不可能分不清毒蘑菇 但这也只是猜想 并没有证据 可能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是邪的道理 雷一找到警长 想知道露西大哥的死亡原因 可警长直言罪犯已经交代事实 案件已经落幕 还告知雷一 露西患有精神疾病 让他不要相信露西说的话 随后 雷一找到作家 他想用文章来威胁作家 逼他说出事情的真相 但作家却对此表示 所有事情都与自己无关 还指出所有案件 自己不在场的证明 见雷一怀疑 作家说道 她认为这可能是厄运的原因 当晚露西就带着妹妹 前往养老院看望母亲 可离开时 她看到了作家的身影 露西顿感不妙 于是拉着妹妹赶紧离开这里 回到家后 她赶紧打电话给雷一 让她马上报道文章 可雷一没有证据 她十分纠结 当晚养老院就发生了火灾 雷一感到想要抓捕新闻 但得知露西的妈妈不幸去世 而纵火犯也被当场抓获 但她却一言不发 露西找到雷一 责怪她为什么不早点发布文章 这样妈妈就不会死了 随后雷一发现 嫌疑人的物品中 有作家的小说 地狱出来的人 这时她相信 露西家人的死 跟作家有关 她下定决心要揭发作家 可就在她发布文章的第二天 老板把她叫到办公室里 直言雷一是个人渣 怎么能写一个 失去妻女的人 当场就吵了雷一的鱿鱼 而另一边 露西只剩下了妹妹一人 她决定要保护好她 但她在门口听到 妹妹居然是作家的书名 这让露西感觉到了危险 终于她做了个决定 让雷一带着自己去找作家 彻底了解这件事情 而此时的作家 正发布新的书籍 雷一带着露西来到现场 约两人在三楼见面 听到这话 露西懂了 她让作家发誓不会伤害妹妹 在得到作家的承诺后 露西从三楼跳下 当场死亡 她用自己的死 换取妹妹的平安 隔天的葬礼上 作家抱着露西的妹妹安慰着 这时雷一赶到这里 大骂作家是个禽兽 但作家却说 我们都失去了家人 共同点比偏见大 她还威胁雷一 如果不想步入露西的后尘 就小心地活着 说完就离开了这里 影片也到此结束 但露西一家人的死 也没得到证实 究竟是厄运的原因 还是作家的复仇 我是黑脸 记得点赞关注